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白达告诉大家 简单就是快乐 复杂就是痛苦 把自己想得太复杂了 你一定会很痛苦 把每一个小问题想得太多了 时间长你就活在痛苦当中 再时间长你就会忧郁 再时间长就会忧郁症爆发 你就会自杀 所以人要活出简单 都不是这么容易的 很多人说在西方讲 叫I'm easy man 就是我非常简单的 无所谓的 叫easy man 我们讲起来叫 这个人很简单 谁都喜欢跟简单的人交朋友 谁都不喜欢跟一个 想得很多的人交朋友 如果你跟他一讲 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吧 什么意思啊 你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啊 对不对 我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人在飞机上 他不用手表 很多男的不用手表 喜欢用手机看时间的了 对不对啊 他用手机看时间 有一天呢 他在坐飞机 那么飞机上不能用手机的 他呢 没手表 他就问边上一个老妈妈 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 能不能问一下几点钟啊 老妈妈 问他三遍 老妈妈就不讲话 等到第三遍的时候 老妈妈 到底现在几点钟啊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啊 老妈妈憋不住讲了 我如果回答你的话 你就会跟我搭三 我在飞机上就不能好好地休息 我要不停地敷衍你 去回答你 然后你一定会帮我拿行李 你帮我拿了行李 我回到家里还要打电话 请你来 谢谢你 要请你到我家里来吃饭 你一到我们家里来吃饭 我有一个闺女 长得很漂亮 你看上了我们家里的闺女 当你看上我们家里闺女的时候 你连一个手表都买不起的男人 我怎么能让闺女嫁给你呢 所以啊 人要活得简单一点 人不能太 太复杂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小时候很简单 谁看见了都喜欢他呢 对不对 长大了会复杂 小时候会简单 贫穷的时候呢 会简单 有了钱了 你就开始复杂了 落魄的时候 你很简单 复杂的时候呢 得势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复杂 人生如梦 转眼就是很多年过去 学博人要明白 掌握好自己的心态 控制好自己的时间 好好地放下自己 与其每一天必须要过 你痛痛苦苦地过 还不如放下自己快快乐乐地过 你能够控制自己每一分钟 都不让自己难过 你就是一个智者 你就是属于菩萨的境界 哈哈哈哈 大吃大悲观世音无散 大吃大悲观世音无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